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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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 高山密度世界第一 哦 有 台湾那么小 这个是台湾最好的优点之一 跟德国完全不一样 我在德国 我住在北部嘛 德国南部也有一些山 可是我们在北部 有几个都 但离我家很远 所以我在德国都没有什么 爬山的习惯或朋友 因为来台湾就人是很多 很会爬山的人 他们准备很多什么工具 它很高 三千公尺什么的 那我觉得在台湾很棒的 就是你可以去海边 然后如果你想要的话 你当天从海边 你还可以去山上 就是看很多不同的 很美丽的风景 可能开车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就可以了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可能上班 就是在这边也生活累了 有的时候周末 你就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旅行 什么露营啊 或者就是在德国 你完全没办法 一个小周末做那么多事情 那么刺激 那么那种背包的那种概念 我觉得台湾有这个真的非常棒 那讲到高山真的不能忽略 就是我们二分之一强 唯一的一位原住民 贾斯丁 对对对 他真的是有原住民认证 他可以当原住民的 你是哪一组 阿美国 是台湾国 阿美国 没有因为我最近在拍一个原住民的外景嘛 然后就是有机会到台湾的各个地方的高山 然后认识到那山里面的原住民 然后真的我跟你讲 台湾这个小岛的每一座山是满满文化 你去几次也每一次也都不一样 对 我觉得台湾的山很厉害 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台湾 我觉得它很特别的是 信义区就有山 内湖后面就有山 所以当天来回 而且你很容易就是带着小朋友说 行李收一收起床 我们就去爬 就对小朋友来讲也不会负担 小朋友在家里赖床也是在爬山 为什么 枕头山 那妈妈这样很困扰 所以就会变成很轻松 我不可能去伦敦 我想说伦敦我今天起床 爬个山不知道要去哪里 那以上的这些就是台湾蛮有名的第一名 不管是好的坏的 我们全部都吸收 然后好好的学习 但是好笑的就好笑在 老外有很多地方看不懂 为什么台湾人遇到这些状况 就想要争第一呢 其实我觉得台湾 那么多台湾人的爱就是 什么东西都要抢第一 是跟一些从小的教育有关系的 因为你看很多在台湾就是有这种 最特别的就是那种 那种 婴儿爬行的那种比赛 因为你看 一个小婴儿就还不会走路什么的 对 要比爬啊 对啊 然后父母都是 而且那可以赚尿布回来 对 重点是奖品吧 对 没有 重点 这个我是觉得 你看一个婴儿啊 他现在还什么都不太懂 父母还是那么强烈 就是要这个小孩要开始就是 跟别人比赛 然后要强敌的这种观念 是我觉得比较不错 所以因为你看台湾的这种 不能输在气泡点 对 也是 就是你到底是为了谁是长这个 因为你看比如说学校啊这些啊 很多比如说你应该开始学 你开始学的时候 我们现在应该要学这些 但是因为其他所有的父母都是觉得 这些我们就是先教他 他到学校已经就会了 那这样子真的不是 那为什么还要学这个 但会影响到所有这个 整个那个level会就是被拉太高了 对对对 没错 然后会影响到很多小孩 因为你看 父母都会想说就是每一个小孩 都是一直都是要读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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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是考试都是要那个比分数啊 然后小孩都是从小小的年纪 就开始有这种比赛 然后要切那种 得第一的观念 得第一的观念 也是很不健康 因为像你看瑞典啊 我们瑞典到高中之前 我们都没有成绩单 而且你们也都没有朋友 对 发什么 没有朋友 没有朋友啦 有朋友 就是在玩乐 对 因为我们不需要 就是我们不会因为说什么 你比较聪明什么 因为你们都是考很多分的 所以会有那种 小孩之间的那种比赛跟征战 是不健康的 那你们的父母都怎么称赞你们 比如说你们做的 小时候做得很好 因为在台湾 我们小朋友做得很好 我们就会收到一个 好棒好棒 你是第一名 好棒好棒 从小就好棒棒的贴纸 好棒棒的贴纸 因为你想要好棒 所以你就要拿到第一名 但国外的可能 她妈妈不会跟你讲说 你好棒 你是第一名 就那你们都是用什么 没有 会说你很棒啊 但是为什么你要是第一名 为什么你要是最厉害的 一个也是一个很健康的一种观念 我觉得是你要知道 你永远不会是第一名 因为如果你已经到了第一名 你到第一名 就是觉得说 你 那我现在已经是第一名了 那我不用再认真了 我已经是第一名了 但是你永远都不会是 最最最第一名的 然后如果你就是有这个观念 那你就是会 你不会珍惜这个 你很努力的这个过程 对 如果你一直都觉得 我天生就很厉害 那你会有这个人 他可能天生没有很厉害 他就是一直努力 一直努力 他早晚就会胜过你 像你如果夸张 小孩做好事情 我觉得我们好像在参加一个 那种多国教育论坛 对 而且贾斯汀 活那么久 都没有这样的烦恼 对 所以从来都不在乎这件事情 天生的天生的 小安哥 梁岛以前会要求你吗 不会 怎么 他们就是这样自然的发展 真的喔 就看小朋友的兴趣 然后让他 他喜欢什么 就是让他去那个地方好能吧 那你小朋友 大家都是排第几名 大概 很难排 因为就是 什么排 为什么很难排 什么排呢 因为就是 因为小时候老师就会说 奇怪 你爸爸是民族英雄 为什么你的成绩是这样 对 那所以就或者是说 好像看你的成绩 当然就知道班上有多少 多少的同学 反正你永远都是那一个 对 其实这个就是我的成绩 那你有要尊重小宝喜欢什么 对 小宝 譬如说他喜欢爷爷 不喜欢你 你会尊重什么 对 你会尊重他离开这个家吗 对啊 他们想跟着爷爷 你也可以尊重他吗 他喜欢爷爷 我会成全他 爷爷会折气球 你又不会 对啊 我会成全他 因为他认识爷爷不生 他才会有这样的想法 那台湾有一个很特别的文化 就是过年的时候 是过年吗 头箱 我从眼看 我觉得好恐怖 就是大家这种 就冲进去 然后你就说 哇 天哪 好像一个摇滚的表演 你知道吗 很热血 你不觉得吗 就是那种 其实百货公司也会啦 就是他们开门的第一天 大家就是冲进去想福袋 真的假的 对 真的啊 因为我一个朋友 然后他每一个过年 每一年 他都必须参加这个活动 他有真的抢到过吗 他从来没有抢过 但是他是没一年 他说从他记得 从他小时候到大 他就一直参加这个活动 然后他就是觉得 他早晚一定会成功 对 然后说那你成功是可以得到什么 他说可能会有一个 个红包啊 好像有红包 对 我说那 但是钱很多吗 他说其实也还好 也没有很多 对不对 但是可以上电视节目 对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你每年看他 可以上电视 抢到他 因为他们都会拍嘛 抢到的那个人都会 有专访 对 他都有专访 而且他都说 我就是从这边 然后跳过去 然后用飞撲 靠着众人的力量 帮我往前挤 然后冲到那边插去 他很帥 他这样第一个插进去 而且插去那一秒 他那种 帥 然后镜头就快 对 好得意 因为后面每一个都 然后还问你的集点来排队 这个是 那个箱一上完进去 赶快就跑到旁边 你才会有这种感觉 他们就是这样子 不然的话 你还处在那个香炉前面 后面那边一直把你挤到 真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真的太认真 他们就 好 你就算被挤在香炉前面 整个压扁 有没有 下去还是 镜头 镜头在哪儿 镜头 要找一下 对 他们就是会有这个 而且他们会找到镜头 因为很早很早很早 很早就在那边排队 他已经看好了 他都已经摄取好 我待会一插完就转过来就是那个 对 因为我朋友的状况 我朋友的状况是跟你们刚刚讲的 完全相反的 就是他都没有拿到 他是隔天回来 然后就是郁亲啊 他这边流血 然后可能骨折 然后说明年再试试看吧 这真的是蛮幽默的 我觉得我们的那些 我们当然这里宗教的成分也有在 对啊 我们这个文化还有像是那个 你们有看过抢贡品的吗 有 就是一整桌都是贡品吃的啊 然后他们就 5 4 3 2 然后 OK 然后全部人 然后把所有的食物 全部扫到垃圾袋 然后全部带回家 垃圾袋 带回家干嘛就吃吗 因为那贡品是免费的 免费的这个零食啊 而且是你们可以去网络上看 它真的是 全部都没有了这样 这也是大家的意义 对啊 可能大家想要抢到是一个祝福啦 是啊 吃的 吃的是福气 对 你们很多枪这种东西 你们还有抢菇啊 抢菇 抢菇 抢菇有 还有那个我们华龙桌 也要抢那个旗子啊 奇怪耶 其实先到就先到 干嘛一定要抢到那个旗子 对 而且他第一个高声超直 超直 他才有办法拿到 有没有看到 Justin怎么做 我们那时候 我们说特定一名 Justin很帅 但是 不是 不是 因为他 那个腰力要很足够 对啊 然后要够长 吃到现在 一直在一直变个 对啊 变什么 那个国标啊 你会国标 喂啊 你看 你会国标啊 对啊 来抢龙左右 华龙左右 华龙左右 我的天啊 桌子会 你要趴到這樣喔 所以妳腰部一定要伸過那個頭嘛 哇 你看這核心 這核心要練得多好 然後妳的腳 妳的腳就是會這樣扣那個龍的腳 對 要扣住 扣好喔 扣好 扣好喔 然後伸直到的時候 我太久沒有槍耶 我下不來 我下不來 我的腰子會壞掉 我太久沒有槍耶 這樣很難好不好 對啊 所以其實不管怎麼樣 它就是一個文化運動 好玩就好 對